W 走位阶段 A一刀 W Q靠近 多攻一点 这时候杀你呗 大刀隐身 回头一个W,QA吸引口,再A一刀,再A一刀 W在QA闪现阶段,直接死,细节,决定成败 喜欢,一多其少,看我坚毅不倒 我带个TP,然后兑现单杀 带TP为什么还兑现单杀,你带TP就是为了发育 你带TP了就不要去想着单杀了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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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知道了,还行 嗯 不要妨碍我 谁是爱兰 诺克萨斯也好,德马西亚也好 你带的符文还有你的打法,就相辅相成了 你不能逆天而行 带了一个发育的符文,又 打了一个单杀的打法 你以中队来说 好无理 W没有挂上,我为第二段 往后退,给他一兵的距离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不用跑 就有一枪,大不了 走位接二段 这里可以假装够赢一下 进展AQA,血量越少 坚毅不倒 可以把我们的血量卖的低一点 征服者不要怕死 只要血量不到零 不清零,我们就有 击杀他的机会 铁道发个福利吧 发个打号 大木抽奖 一伙再发那个红包 走位 A一刀,假装害怕 回头一个W,A一下 闪现第二段 调整角度 不光 躲挖狙击闪现顶的同时 调整位置 发个二段杀塞拉斯 思路要清洗 对啊,刚才这一波 首先骗了挖狙击闪现 第二是调整了角度 刮死了塞拉斯 刚才那个W 是会被塞拉斯躲的 包会被躲的啊 不交这个闪的话 不要妨碍我 别来 这里我们可以勾引一下 把血量卖低一点 假装被他换血 假装被他们两个人抓 这里先不要刮小兵 打断一下 W大招 大招隐身 回头一个A刀 再一个QA双杀 细节 决定成败 王者 绝非有人 把血量控制到最低 282打 坚一步倒 刚才两个人都打出流血了吗 对啊 两个人不打出满血我200血反杀不了两个满血的 不要妨碍我 对这时候就有弹幕补充得很好了啊 这得靠自己的血量 精细 精细的一个掌控 无处可藏 熟能生巧啊 不然还是很容易把这卖卖死的 就假装假装的真死了 哈哈 啊 我不知道帮你抓的E在哪 挖嘀嘀一下有点攻击中单的意思了啊 确实他这个抓中路把自己抓崩了 小电视还有三分钟啊 A上QA上 大刀锁住 A刀 A刀 闪现这段一个近战AQ 假装放弃操作 等二段W拉回来那一刻 闪现调整位置 大刀锁住一个AQA 大刀锁住一个AQA 这要有个焚天的话还可以反杀个挖掘机 WQ 翻墙接二段 等一下金技能 等他一天机 再一个Q拉个刀 原先进西一口A一下A一下 A一下 血量的掌控伤害的技术 热量的掌控伤害的技术 就个人先进西一口A一张 两件套之后就可以转穿甲了 因为前两件度过这种战士对线期 我们两件套就很肉了 第三件出穿甲要秒一DC 三四五六的出装要出穿甲 星石焚天这个打法也是有一个 地段的 如果你全战士装备的话你会缺伤害 从后期切一顶 W 走位阶段 A一刀 W Q 靠近 多空一点 这就杀你呗 大刀隐身 回头一个W QA 吸引卡 再A一刀 再A一刀 W在QA 闪现这一段直接死 细节 决定成败 喜欢 一毒七少 看我坚毅不倒 600血都坚毅不倒 一波打了500 OK 对面基地爆炸了 啊 这一波自杀之后基地爆炸 加上